在基隆北海岸、東半部地區 南雨綠島、恆春半島這些地方 都要注意這個颱風所帶來的長浪 海邊活動一定要特別注意安全 那麼未來這一週 台灣的天氣主要受到兩波封面的影響 第一波在今天封面接近明天影響 下雨的情況會比較明顯 尤其在西半部地區 可能會有大雨或甚至局部好雨出現的機會 那麼下一波的封面 預計在6月1號到2號的時候在影響台灣 在這一週的天氣其實天氣相對來說是比較不穩定的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強風還有在雷擊這種情況 那我們從後面的圖可以為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在第1號颱風艾維尼 目前為止在鵝鵝鵝皮的南南東方的海面上 未來持續向東北的方向在移動 預估在明天之前來到北溫20度附近的時候 在這時間它還是有持續增強的趨勢 主要來說就是海溫其實算是充足的 環境也不太會影響它的發展 不過再往更北一點的話 其實環境對於它的發展來說的話 稍微有點限制 因此在往東北方向移動的時候 它大概會維持持平的強度 或甚至再稍微減微一點點 就是在颱風的部分 那麼在未來這一週天氣 其實我們主要的話 受到幾波封面 我們可以從地面預測圖給大家說明 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封面會持續的在接近台灣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台灣受到西南風的影響之下 今天特別要注意到午後雷震雨的情況 今天午後雷震雨可能在 北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跟中南部山區 會帶來大雨或甚至局部豪雨的情形 這是大家特別注意到的部分 那麼隨著時間 封面持續的在往南壓 南壓的過程來看的話 可以明天可以來到台灣的上空 一直到週三的時候會南壓到台灣南端陸地 甚至到巴士海峽 一直在明天的下半天到週三的時候 降雨的範圍會稍微縮小一點點 那麼到週四的時候 可以看到東側的封面已經斷開了 在西側的話 在華南這邊還是有一塊封面 封面的影響之下 可能帶南邊比較多的水氣 所以週四的時候 下雨的範圍 又會再逐漸的增多 到週五的時候 可以看到另外一道封面逐漸的接近 西南風的影響 天氣可能會跟今天類似 而到6月1號 6月2號 到時候封面又往南壓 照說天氣來說 又是更不穩定的時候 那我們先來看到今天的衛星雲圖 從今天衛星雲圖可以看到 雲層在台灣上空是相對是比較偏多的 比較厚實的雲層在東側的海面上 這樣的雲層下面它的閃電是非常密集的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 在嘉義台南這附近的交界 有一些雲層在移路造成比較明顯的下雨 因此目前期間局也針對嘉義 南地區發布大雨特報 請大家注意短岩石強降雨 另外我們透過雷達回復度可以看得更清楚 剛剛可以看到台灣東側陸地 東側的海面上面 其實比較厚實的雲層下面的雷達回復 都是黃色紅色 代表下雨是比較明顯的地方 另外在嘉義隱南有一些對流 開始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逐漸的移路 因此目前在嘉義隱南地區 可能都有一些短岩石強降雨 今天特別在中午過後 午後雷震雨可能在北台灣地區 東北部還有山區都要注意 也是會有短岩石強降雨出現的機會 配合閃電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台灣東側的海面上這邊 都是有一些閃電在發展 那麼隨著目前時間 對流在宜徑 在嘉義附近 也是有一些閃電在發生 而今天下午如果 午後雷震雨發展比較旺盛的話 像這種閃電很容易分布在台灣各地的地方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雷擊的現象 那我們透過電量降雨趨勢 可以看到今天跟明天的趨勢 今天來看看